遊蕾 我是一個陶瓷藝術修復師 我本來從事的行業是珠寶金工 進入這個行業大概六年的時間 這個行業以前叫做波鼎或是波尾 我是因為做菊池的研究以後 後來深入進入這個行業 現在我們做的是鞠釘 我們會把線靠在這個鞠釘前上面 先做一個折角 放到鞠釘鐵針上面 這鐵針是特別設計過的 所以一敲這個釘形就會呈現出來 再做另外一邊折角 然後一邊做一個記號 將剛剛製作好的釘子放上來 看一下長度 記號做好以後就可以轉動 我們把剛剛那個釘子放進來 再做另外一邊的記號 接下來用這個鉤子扣住 把釘子敲進去 把釘子敲進去 接下來再做倒角 細胸 拋光輪 去做拋光 這樣就完成了 它其實在1960年代以後 就漸漸消失 因為大量生產的陶瓷器已經出現了 那在一個機緣 就是有一個朋友 拿了一個糊 它的糊嘴已經破掉 那需要再做一個修補 那修補我就是用金屬做一個包邊 包邊的部分要怎麼黏在糊嘴上面 如果用化學膠是很容易 但是這個糊就不能再使用 就從這個點找到一些前人研究的資料 那就找到可以用生漆來做黏合 如何能跟我們的生活做結合 跟茶文化是很有關係的 因為茶具用了之後 其實會有破損的問題 而且有一些茶人對這些器物是倍加的喜愛 所以他們絕對不會說把它丟掉 希望能夠再透過修補能夠再使用 透過這個器物去做一些裝飾性的修復 像我有一些作品就用輕磁搭配西方的拉鍊 輕磁就像西方的牛仔褲 跟拉鍊是很match的 比如說我設計的一些 就是用中國的圖案 去跟青磁做搭配 也是很適合的 迪化207博物館 舊得不去修補的故事特展 以十樣生活中的老物修復 重現職人修補記憶 除了讓我們審慎對待生活中的物品 更增添了資源不浪費的環保意識 包含了陶瓷、針織山、鋁製鍋盆、令草席等物件 展現修補記憶 透過職人巧手延續物件生命 我們可以看到